好,感谢主,感谢天父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在这里分享主的讯息 今天的讯息就是你的心有几成献给神和爱神 我讲一讲为什么我会有这个讯息 是因为我在网上的时候我看了一个见证 这个牧师他是经历神很多的,很爱神 他很经历过神的爱,他也很爱神 但是他后来发觉他和他太太的关系有些问题 有些问题的时候他就问耶稣 耶稣为什么我这么爱你 为什么我的婚姻也有些问题 也不是很大问题,不过有些困难 然后耶稣就回答他 他问他,你在他心中爱多少样东西 他说,我数一下,爱我太太 爱我妈妈 爱我教会,我的侍奉 耶稣就问他,那你爱我多少 他说,我应该有十分之一欠给你的 十分之一的爱 耶稣就跟我说 他说,我的心愿不是这样的 圣经说,尽心尽性爱主你的神 不是爱十分之一 那么你先爱我 然后你用我的爱去爱你的太太 和你的妈妈,教会,侍奉 这样你就走得出神的路 如果你只是说,我爱了这么多东西 我剩下的心爱耶稣 是会有问题的 那又激发我写这篇道 那是一个见证而已 激发我写这篇道 那也有一本书仔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叫做《主归我心》 那这本书仔,很久之前我看过的 那他就说到 耶稣进一个人的屋子那里 那他有很多个房 那他就让耶稣进来 住在屋里面的一部分 那他其他部分没有让耶稣进去 那他逐样逐样耶稣进去 比如他一个娱乐的房 或者看电视各样的房 他没有让耶稣进去 就是说他看电视 他看他喜欢看的 他娱乐 他喜欢他娱乐的东西 那耶稣就站在那个门口 很想进去 那我说耶稣 你可不可以给一个 就是英文说 给一个break我 就是让我放假 这个时候让我轻松一下 做我喜欢的东西 那然后耶稣 都是坚持 进去那个房 而他肯听话 那他就给耶稣掌管他的 他的娱乐 那他的生命更加蒙福 那另外呢 就是进去生命里面 每一个部分 然后呢 最后呢 有一间房仔 那间房仔呢 那他本书 其实是逐个逐个房 讲的 就是他生命每一个环节 那然后最后 他有一个房仔 那房仔呢 耶稣又站在那个门口 他说 耶稣 这里有些东西 不是很见得光的 不是很见得人的 我不想你进去 这些太骯髒 不行的 但耶稣就站在那里 就是说呢 这个房里面的东西 就是要清除 如果不清除的时候呢 你的生命始终又破口 那这个人最后呢 就真的让耶稣 都进入这间房仔里面呢 一个集物房 堆积了很多不好的东西里面 耶稣呢 就很想清理的 那原来耶稣呢 是想掌管我们整个生命 我们整个生命就蒙福 整个生命呢 就会被提升 那我也在这里再介绍一下 我自己的讲道方式 这个是神感动我的 就是发扬神属性 讲道法 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在我讲很多的点的时候 我都是时时会讲到 神的尾线 因为在我心中 我真的觉得神很好 因为神这么好 所以我很愿意爱祂 还有有些人说 哎呀 我耶稣信耶稣 还要做很多事情的 那他的感觉是很不同 如果我用婚姻来比较 如果有人说 哎呀 我娶了这个太太 是很好啊 她对我好 不过呢 又要听她 诉苦啦 又要陪她啦 有时我都不有空嘛 她又不开心 我又要陪她啦 我又要做这样那样 要哄她欢喜 我还要记住她生日 记住情人节 记住圣诞节 记住很多节日 那可能她会觉得是一种重担 但是如果她每一样东西想到 我带得这么好 就是一个很大的礼物 我珍惜她 我就享受 什么节日呢 其实是享受的时间 我和她一起享受的时间 和看到她改变 我是欢喜的 这个就是恩典推动的生命 的婚姻 而我们和神关系都一样 因为这里我讲到 将整个心给神 有很多人就觉得 哇 整个心 什么都给了她 没有东西 那种心态就觉得 好像很损失 但在我心中 我真的觉得 是福气 因为神是一个最好的神 所以我经常想到神 我从早到晚 我都欢喜的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我就很愿意做他 吩咐我做的事 而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发现一件事发生 神一路教导我 一路带领我 提升我 真的很感谢主 我有第二本书 准备就来印的了 在这个月之内 应该会被印刷局的 是一本很紧急 很重要的书 是因为 真的会影响这个世代 就是讲到这个 被提的时间 真的很重要 基督徒要预备好的 好 我们首先说 我们的动力 在哪里来 《语汉1书4章19》 我们爱因为神 先爱我们 因为神 首先爱我们 他真的是 爱每一个不可爱的人 爱每一个 很多罪的人 我们都是很多罪 但是神依然爱我们 这个图大家看到 左上角 耶稣为我们 钉死一个很大的恩典 然后耶稣是安慰医治我们 他又带领我们 圣灵又感动我们 悔改之罪 以及结出圣灵的果子 以及祝福前路 当我看回我一生 在我信耶稣之后 真是尽到是礼物 尽到是福气 整个生命是不断的提升 我心里说 神你真的好得不得了 我周时我自己会弹出一些画面 我不知道大家 我相信其实个个都有 这个不知道 是应该个个都有 弹出一个画面 做错 做错的时候 我就说 神我得罪你 求你赦免 也叫我憎恨这个罪 离开这个罪 就叫我更加处理我的生命 更加结静 整个生命 看回我真的很感激神 每一件事 在我生命中 做得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动力就是 神这么好 神这么充满爱 神这么爱我们 我就很乐意 很欢喜去爱神 好了 说回反面的例子 很多基督徒的心 其实是比世事占有的 很多基督徒并不是 好像耶稣所说 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爱着我们的神 很多时候是怎样呢 心里面首先有责任 家庭 事业 事务 然后剩下的时间 剩下的心力 就祈祷亲近神 也有些人 其实你想想一天 从早到晚 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 做完剩下的时间 可能也很累了 那时候就祈祷了 有些人的生命是这样的 那时候 下面写着 基督徒未必是完全被耶稣掌管的 如果不是主耶稣掌管 其实自己受亏损 就是说很多人就觉得 很多事情要做 那很多事情要做 那如何跟耶稣有关系呢 我自己找到这个窍门 我很感谢主 就是怎样呢 譬如我现在说到 我的心 首先我还没说到之前 我一直在祈祷 神啊 让我装满这个信息 有神的爱 充满在我里面 然后当我说的时候 亦都是让神去掌管 我在家煮饭 其实很少煮饭 我家人都出了 我自己的负责做饭 然后就洗碗 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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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一直在想着耶稣 或者我写广道 我很多时候会哼歌 或者听歌的 噢 耶稣 在哼歌 神的意念就会弹入我心里面 就是说什么时候都被耶稣掌管 整天都想着神的美善 这样的时候是非常美好的 好了 很多人是怎样呢 很多时候被罪性掌管 就不会有名要神了 背着重担 他说我真的有很多重担 是的 而且个人也有很多重担 不过问题 耶稣帮我们背 耶稣说 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帮我自己来 我就使你不得安息 变成耶稣说 我的握是容易 我的担只是轻散的 你不要背得那么重 因为你背了我那份 你不要背了我那份 我负责你的前路 我负责你将来怎么样 我负责你生命发挥 你背着你 你根本负责不了 你根本做不到 你做好你的做什么呢 亲近神 尊重神 侍奉神 做我们应该做的事 那我们就放下重担了 很多时候人会背着重担 背着重担有什么后果呢 急吵 会自私 会烦恼 或者是比较 和人比较 就是人的生命 很多时候就有很多垃圾 以致影响我们的生命 启示录二章四节 然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所以应当回想 你是从那里聚落的 便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又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落去 在这个经文看到神的什么属性和恩典 神看到每一个人 不过有些人说死了 我看到他失去起初爱心 便很惨 但耶稣会提醒 提醒我们回到他 而神时时看着我们 即是说 我们可以每天都说 耶稣现在看着我 耶稣在关心着我 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神的心 失去这个起初爱心的时候 他和神有问题 但如果他一直都想着神 欢喜神 神就很欢喜了 这个经文是一个警告的经文 以弗所教会 其实耶稣也有欣赏他的地方 不过这里是一个警告 但整体上 神有很多恩恋 所以他经常在想 神现在看着我 神关心我 那他就会有动力 但是这个警告 很多人失去了 起初对神的爱心 和对人的爱心 失去了这种单纯的爱心 就是关心他的事 很紧张他的事 他说你要想回 你在哪里坠落 跌落来 其实很多人初信主 爱主多一点 因为那时候 因为烦恼多 一信耶稣 立即轻散了 觉得很好 但是久了 看到有时候 有些不好的基督徒的榜样 而且很快 因为小亲近神 又被世事烦恼 就变了慢慢 就成为一个软弱的基督徒 没有什么爱主的基督徒 那我们想回 耶稣更新我们那时候 有时不是最初信主 有些人是经过的时间 后来有一个时候 他就被神去更新 但无论如何 我们时时想回 我们如何被神更新过 我记得我初信主的时候 我天天起床 我立即有什么意料 真的好 有神有天堂 我真的很长时间都这样 后来当我经历圣灵 我起床 那是主啊 可以经历圣灵 我现在起床 我说 多谢主神是在爱我的 我时时都会 我发觉我不止一次 我不止是十次 我是很多次 我整天走路 多谢耶稣在爱我 我发觉我就很有力量 其实有些牧师见到我 都说 为什么你经常都这么开心 这么平安 这么有动力 为什么你会一路去一路去 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经常看到神的美善 所以我有一个 真的不灭的火 在我里面 不断推动我 很自然 也很轻松的 我希望我们想回 神如何感动我们 带领我们 我们就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 有一个警告 如果不悔改的时候 我就将你的灯台 从圆柱落去 这个也是神的爱 因为如果神出声 这个人结果是失去了神的恩典 是很惨的 所以神提醒我们 我们就自己想一下 我到底 心有多爱主 我有没有失去了 这个起初的爱心 我用了图画给大家比较一下 那些结了婚的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失去了 对你的配偶的爱心呢 你有没有失去了 对你父母的爱心呢 对你周围的人的爱心呢 很多夫妻真的会说 现在真的没有那些激情 现在没有了 我们都爱主 就好像耶稣所说 用好像耶稣爱教会 这样爱我们的妻子 就是我们真的去想一下 他们神赐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就是爱他 那同样 我们就想起 因为我为什么用这个婚姻呢 很多人就在婚姻上 真的觉得越来越困难 越来越辛苦的 但如果我们越算神的恩典 越看到对方的好 我们越能够爱 那我们同样想到 神的恩典更多的时候 就被爱推动 在我认识的基督徒 我发觉 很少基督徒 是时事讲神的爱 甚至就算讲神的爱 也很少的 很少是如何感激神的 那我希望大家都会 经常想起 我们有没有失去了 这个起初的爱心 而主是警告我们的 我们就学习去爱慕祂了 讲神的十六章二十二节 这个警告更加严重了 因为这段 我有一部分就讲到 人没有了这个爱心的后果 和警告 若有人不爱主 这人可助可就 很严重 如果有人抗拒耶稣 不爱主的 而他不爱主 又不悔改 而他不离开罪的时候 是可以失去救恩 是咒座的 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 不是靠爱主 是信靠耶稣做救主 信靠耶稣写免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是得救 但是得救之后 神居住在心中 就会有改变 神就会提醒我们 去看到神的恩典 基督徒更新改变 第一就是说 神今天提醒我真的好了 神时时提醒我真的好了 所以保罗讲到基督的爱的长阔高深 我们明白 我希望大家经常看到神的恩典 神的爱 神这么爱我 但我都不爱他 我不回应他 就是说我生命有问题 我和神没有这个相连 求主帮我们真的和神相连 活出神这种丰盛的生命 就会自然地爱主 正如有个朋友对你好 你一定会喜欢和他在一起 你会喜欢和他在一起 不过很多人 我用一个比喻 有时觉得太太 闷尋长气 啰嗦 开始厌烦 同样 有些人觉得神就是 啰嗦 长气 情依而我住我 当他这么想 他就觉得很烦 但当他想到 神真的 他的爱很大 他一直带领我 一直感动我 一路为我预备 这样的时候 他就不会觉得神是烦的 有很多人觉得 人人都烦 人人都不好 因为他只是看不好的地方 但我们看好的地方 我们会有很多感恩 我们想到神很多地方 我们会感恩 我们就会懂得爱他 如果不是 人就会失去了这种爱心 因为他觉得神 很多要求 这样的时候 他就很冲淡 但为什么我不觉得要求呢 因为我觉得 神这么好 我乐意做 神就很喜悦 神就欢喜 所以我很欢喜 去侍奉神 其实我除了我休息的时间 我和太太的时间 我很多时间 都在寫东西 不断寫东西 很多意念神给我的 其实有些人就会说 你可以不用做这么多的 但我觉得 我是很乐意去做 去更加荣耀神 和祝福更多的人 好了 下一个主题就是 神想我们整个心给他 和爱他 这是神的心 第一我们看这个约书雅的经文 约书雅的五章十三节 有时靠近耶利哥的时候 举目观看 不料有一个人 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对面站立 有时到他 那里问他说 你是帮助我们呢 是帮助我们敌人呢 他回答说 不是的 我来事 要作耶华军队的元帅 我想说 原文是 I come as The commander of the army of Israel 而不是我要做 我come as 所以下面的中文翻译是什么呢 我以耶华军队元帅的身份来 这个是不同的 我不是来做 我一直都是 我一直都是 我以这个身份来 我不是来现在开始做 所以我就苦福在地下拜说 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 耶华军队的元帅 对耶华军队的元帅 对耶华军队的元帅 对耶华军队的元帅说 把你脚脱下来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盛的 耶华军队就照着行了 所以这个出现就是神 而在旧日出现的 通常神乐家就说 这个就是基督 因为基督有了这个肉身 所以他能够和人一起 而因为他超越时间 所以在旧日出现的时候 都是基督的出现 就是他出现的时候 他是以耶华军队元帅的元帅 的身份来 同样耶稣来到我们的心中 他都是我们生命的元帅 不是做我们的帮助者 他会帮我们 不过他不是我们的帮助者 如果我用一句普通的话 他不是我们的工人 但是很多人当他是工人 你是帮我 还是帮我敌人 但是这个就是约书 也有一个错误观念 你帮我还是帮我敌人 但是神更正他 他说我来 我以耶华军队元帅的身份来 我就是你们整个军队的元帅 若是他立即知道 他的圣灵感到他 知道这个就是神来到他面前 所以他就苦服 然后神要他脱脚上的鞋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 神与我们同在 其实如果我们天天都和神有亲密关系 我们站的地方就是圣地 神日时时和我们一起 所以我希望大家时时的心里说 神啊 你是我的生命的元帅 你是完全掌管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属于你 其实神掌管的生命是最好的 是最不吃亏的 真的什么都最好的 这幅图就是 The Commander of the Lord's Army 就是耶华军队的元帅 他不是做我们的助手 他不是我们的工人 他是我们的元帅 当我们给神掌管 这个人神好喜悦 你想做神喜悦的人 神喜悦的人是最蒙福的 因为神会将一切最好的东西给他 他会将他的生命提升到最高的层次 是人退不了 即使我说侍奉的人 很多人都是什么呢 我做我侍奉的元帅 我是我侍奉的元帅 我是我家庭的元帅 我是我生命的各样的元帅 其实他的层次是不高的 因为他用人的层次 他就觉得我要做 我要做 我有很多东西要做 你们要做 只是要做 他没有一种从神而来那种 自发性的被神激励 被神的爱激励的心 就是神真是美善 因为圣经说是以色惠为乐 时时数算他的恩典 我们学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就会整个生命流露出神的生命 所以我发觉这个发扬神 属性查经法和讲道法 不只是一种方法 这个是圣经的方法 就是时时看到神的尾线 于是我们的言语行为和内心 完全充满神的爱 这样的时候 做人又轻省 整个生命又发挥 层次是可以极高 是极高的 我们去到的位置有多高呢 很多时候基督徒都是烦恼 很多事情做 人们不知道怎么不改变到 但当我们的生命 一个层次是高的层次的时候 我们发觉我们改变人 是更加容易的 好了 耶稣向彼得问他三次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 耶华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乙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主亚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小药 很特别的 真的没有什么人会这样 去问一个人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不过很多时候太太会问 有很多太太会问 我太太不用问我 因为我常常跟她说 所以她都不用问我 她都知道我常常在爱她 耶稣问他三次 第十七节 第三次对他说 约翰的乙子西门你爱我妈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 你爱我妈 就忧愁 对耶稣说 主呀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这个耶稣问他三次 问完一次 他回答了 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又问第二次 问完第二次 再问第三次 第三次的时候 彼得就有点忧愁了 糟了 是不是我不够爱耶稣 为什么耶稣要问我三次呢 耶稣其实很想他深层去反思 你是不是真的爱我 因为他曾经否认耶稣三次 深层去反思 当彼得深层反思的时候 他是有点内疚 就是有点内疚 有点忧愁 是不是我爱主不够 其实我们个人爱主 都一定不够的 耶稣神爱爱你 是他正如他所说 是尽心尽性地去爱的 因为他将耶稣的生命都献给我们 并且他日日服侍我们 由今日到永恒 去到天堂 他都不停止服侍我们 因为为什么呢 天堂的爱和平安喜乐 都是他不断散发出来 祝福他的儿女 他由永恒到永恒 都是在帮助 祝福他的儿女 所以我们说 神你爱我们 真的是无限量的 我们不听话 神都爱我们 但是我们爱神有多少呢 真的 如果一个人 真的爱神90% 已经很厉害了 真的甚少 很多人爱神是几个% 每天剩下的时间 用一些说话 那些什么咸鱼菜汁 那些是给耶稣 而不是最好的给耶稣 所以耶稣想我们反思 我们是否真的爱他 超过一切 他是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 因为神是充满爱 当我们爱他的时候 我们跟他相连 跟他相连的时候 他的生命就流落在我们里面 我们整个生命就会完全的发挥 所以我们服侍主 或者我们任何一件事 我们想教两个子女好 我们想婚姻好 我们想每一件事好 有智慧聪明 都是唯一的方法 就是时时爱主 和主有密切的关系 时时将神放在手里 神就会掌管我们生命 我们生命就会流露出各样的恩典 第三点 将整个心献给神有什么后果呢 《九龙多后书》三章十八节 我们众人既然藏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象从镜子里反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交荣 与同从主的荣灵变成的 他说如果我们能够躺着脸 就是整个面打开的 整个心打开的 就不是藏着的 整个心都打开 去看主的荣光 和主有密切的关系 好象从镜子里反照 神的荣光就像镜子那样反照过来 就会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有荣耀再加多些荣耀 再加多些荣耀 再加更多荣耀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这个经文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这个经文首先背后有神的属性 是什么呢 神的属性就是 祂是荣耀的 神是荣美 其实你看到神的工作 全部都是荣美的 就算我们看我们的身体 我们看我们的手 是荣耀的 感谢神 这些手指不是一只那么长 是有帮助的 我发觉 忽然间发觉 这个宗指是长一点 不过一摺过来 就差不多一齐 四个手指差不多长度 就是摺过来的时候 但伸出来就 就很分别的 这个持着的东西就很差一点 这个我发现 现在留意到 你的手指夹在外面的 那我们可以用来刮东西 和保护的手指 其实很多东西 我们的手指弓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手指弓 我们扣楼都很难扣楼的 很多东西都要拿着 我们每一样东西 我们身体里面 每一样的运作 都是神很特别的恩典 这个就是神的荣耀 但这个荣耀 和祂本身的荣耀 祂的慈爱 祂的救恩 祂的更新人生命 那种微善是没得比的 这个只是一个physical 物质上的荣美 但神的荣美 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些人 充满喜乐 充满爱 充满神的那种怜悯的心 这个真的是神的荣光 而我们怎样怎样 醉到最尽 都是和神的有很大距离 不过有些人的荣光 他的怜悯 发觉是很强 有些人会肯为人付出很大的代价 他会去到很贫穷的地方 我还记得那时候 社交小组网络Ben Wong 他那时候说一句说话 很特别 他说到他们其中 其实他们社交小组网络 他们去那些宣教的地方 很多时候很多人不肯去 有些人是禁制国家 那些人就要去 用一个普通的身份去到那里 然后去祝福那些人 有人去到一个地方 就是那些水土不好 结果他很年轻 就脱头发 Ben Wong在台上回应 他说什么呢 他说真是荣耀神 这个人肯为神脱头发 去到一个地方 是这么困难 他都愿意去那个地方 去到脱头发 很多人来说觉得很惨 哇 侍奉神 侍奉到这样 但是当你的心态就是 当我为神脱头发 神是很喜悦 神一定记念 神一定记住在他的生命策上 神一定会大大的赏赐 更加将荣耀加在他身上 因为神永远不会亏待人 神会将因为一杯凉水 你所做的 都会想自何方为神而脱头发 就是用一个 我后面的解释 我加上的 但是他当时来说 他是感谢神 这个人肯愿意去到这个地方 就是说 这种荣光 在你生命中有显露多少呢 你对人有多少爱心 有多少怜悯 有多少关心 有多少智慧 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 当我们事事爱神 生命的智慧就强烈 有时有些人 他有很大的侍奉 但他未必 是真的很荣耀神的 有时他荣耀自己 有大的侍奉是好的 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生命是荣耀神 不是只是大的侍奉 大的侍奉当然有他成功的原因 但有时是用人的方法 最好是一个荣耀神的方法 以致人都觉得神真是美善 每个人都去感激神 爱神 这样的时候 他真是神喜悦的 所以我鼓励祖长 当我们和祖縣在一起的时候 经常告诉他们 神真是美得不得了 好得不得了 首先我们本身经历 留意 纪念 感激神 经常思想感激神 我们的口就会流露出恩言 别人听到就会说 神真是好 我们真是喜欢神 其实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 有恩典有慈爱 祂不会长久发露 不会时常责备我们 祂是永远施恩的 祂是将我们的罪踏在脚下 投于深海 祂是一个很美善的神 希望我们时时的心中 都是充满恩典 于是我们就 好像这个图一样 反照出神的荣耀 就会有平安起落 不轻易发露 下面那里 我们越亲近神 就越发出神的主的荣耀 主在我们心中的基督 就彰显他的荣耀 就是我们活着 不再是我 基督在他们活着 就会彰显神的荣耀 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 信爱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福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说到信的人 就会有活水的江河 涌流不息 这个就是圣灵的内住 圣灵主在我们心中 就会有他不断的果子 越亲近神 就越流露下面那个图有什么呢 喜乐 爱心 有智慧 怜悯人 拯救人 和主次的动力 在他里面就会流露出 很自然地流露出 主的生命 这种东西是很美丽的 因为神就是美丽 当一个人时事在神的里面 他的生命就流露出美善 但是我们看着周围的基督徒 是不是个个都是这样呢 有些基督徒都很容易吵吵 很紧张 事奉了也不好 就很紧张 就很快指责 因为为什么呢 他是看很多律法 他很多要做的东西 于是他很大压力 但如果他所看的 神的美善 他里面就流露出神的美善 这里的神的属性是什么呢 我为什么特别提神的属性 我想大家常常留意 神那种本性的美善 神的本性是什么呢 他里面有流露不尽的爱 喜乐 平安 恩典 智慧 他是永远留不尽的 他永远都是美善的 在里面是极度极度的美善 很多人去过天堂 都是说 神的爱和接立 天堂的特色就是接立 见到每一个人 都是充满这种接立 不会再计较地上 我们做的错事 而是完全的接立 神就是充满了这种美善 和接立 所以希望我们都是 时时流出这个活水的干涸 让神掌权 时时的心想着 耶稣真好 天父真好 高龙多前书二章九节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 未曾听见人心 也未曾想到的 这里又是有神的美善的属性 就是说 祂会记得哪个人爱祂 祂记得哪个人是 看重祂 尊崇祂 祂记得之后 祂就会怎样呢 祂用祂的智慧 祂就为祂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耳朵 我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 祂会为我们预备极好的东西 其实当我看回我的人生 神为我安排 我去的神罕院真的非常好 我就在那里学到 这个律法和福音的平衡 然后我就将它一直发挥 但这个教导 当时来说 我仍然没有很传言的接受 但当时我已经觉得很好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见到一个人 我就跟他说 那个人是我第一次见到的 不过我都不记得 我知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 我只说我是那个神罕院 我学到一个教导 就是神很接纳我们 说到神因我们欢恩喜乐 墨而爱我们 请我们喜乐而欢呼 我们恩耶华大大欢喜 因为祂以拯救为依靠我穿上 以公义为仆靠我穿上 就像新郎配戴华冠 又像新婦配戴装饰 我说真的 是很漂亮很漂亮 那个 我不是我工作的 是另一个人的职业 他看到我 他也很定睁地看着我 为什么你这么兴奋的呢 这件事是我真的觉得 在那时候我学习到 神那种美善 我是很欢喜的 我是想不到 在那里学到这么好的神学 我不是每一个神学院是一样的 在这个神的恩典发挥 我觉得这个就是神为我预备 只要我们肯听话 我们真的可以越来越发掘 神的爱 那你真的说 原来神的属性就是什么呢 祂是会留意人的美善 祂会纪念 祂会赏赐 而且祂会用很大的赏赐 就是你想都想不到的东西 祂会将它给你 神就为我预备 这个神学院 我觉得是非常之特别的 那神为祂我预备 是超过 超过那些小爱主的人 小爱主的人就得不到这些东西 不是神不给祂 而是祂不爱祂 祂和神没有相连 那祂会得到什么呢 平安 兴散 经常都轻轻松松 你想什么平安呢 就算侍奉的人 都未必一定很平安 祖长不是一定平安 全道人牧师不是一定平安 都是有很多压力的 但是呢 神负责 因为我的骗是容易 我单止是兴散 当我看这些经文 为什么祂可以说得出这句话 因为祂负责 神是负责的神 祂会搞定 所以我们可以兴散 反而我们做得更大 我们就平安兴散 有圣灵的果子 神会给予足够的恩赐 我很感谢神圣 祂会给予我很多恩赐 我真的发挥 我每样都发挥 每样都操练 每样都求神帮我 更加去发大 如何去更加发挥 我看不同的人讲道 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学习 神也都给我这个 法阳神属性的讲道法 我就更加去发挥 很想将这个教导带给更多人 这个也是我其中 要写的书来的 是求主给我时日 可以写到这些东西 然后神就预备一个美好的计划 和提升 和永恒的赏赐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不配 有一天我们在天上 受赏赐的时候 神说 你帮过这个人 我很欢喜 我很感激你 祂就赏赐 你如何帮过这个人 你如何帮这个教会 你如何提升这个人 神就很欢喜 那时候我们就说 神啊 你为我做的 比这些更大 我做这些算得什么 但你都这么纪念 我希望 我们想象到的图画 都为将来 神赏赐的仇业 而欢喜快乐 神啊 你做这么多好事 但我们有没有这样 我们不是想象神 但我们可以感激神 神啊 你真的做得很厉害 我们可不可以 好像神那样 感激我们 去感激神 去做这么多事 而我们自己 真的说 神啊 你真的好 我不配 但你将这么多好事给我 以至我去到天堂的时候 你会这么大的赏赐 我真的愿意 在今世 更多的荣耀你 我希望大家 听完之后 原来发扬神属性 是这么漂亮的 我们时时都 发扬神的属性 好了 接着 第四点 怎么做 我们知道 没有爱神的后果 而爱神的后果 是怎么好 会如何 会彰显神的荣耀 神的荣光 在我们身上发挥出来 并且有神无限的爱 为我们预备 有活水的江河 涌流出来 有这么多好的东西 那我们怎样得到这种东西呢 第一就是最大的戒命 马可福音12章30节 你要尽心 尽性 尽意尽力 爱着你的神 尽心 整个心灵 去爱神 尽性 其实是with all your soul 整个灵魂 如果翻译 其实 请写长一点 我会 prefer人家会明白 因为尽性 很多人看都不知道 是尽整个灵魂 整个灵与魂 思想意志感情 整个灵 去爱神 尽意 尽一切的意志 尽力 我用打拼球 大家去解释一下 打拼球 普通人打就这样打 那些学过下的 就会用身力 那些世界级的 他们会蹲到最低 然后在下底的牌 拉到后面 整个身力 用了脚力 在打拼球来说 是尽力 普通人打拼球 比较这样 打拼球也有尽力 而且不是那么尽力 爱一个人 有尽力 和不是那么尽力 我们有多少人 真是爱配偶 爱周围的人 爱我们帮助的人 尽力去爱 真是很少 而爱神 尽力去爱 是更加少的 所以我们不仅是爱 而是尽心 尽性尽意 尽力 整个心灵都爱神 都喜悦神 我们的生命就被提升了 这幅图画我很喜欢 这幅图画 耶稣看着女孩笑 这个女孩又很开心地笑 因为耶稣对着我笑 这个就是一个动力 这个女孩 当耶稣对着他笑 关心他 他很自然地爱耶稣 他不用用力 很自然地爱耶稣 好像如果我们有个好朋友 很喜欢的朋友 你一见到他 你来了 你很自然地爱耶稣 你不用说 哎呀 我要开心地见到你 不用这样的 我不用用力 因为我很自然地 因为喜悦你 同样 当我们想到神这么好 我们喜悦神 就很自然地 尽心尽性尽热 尽力爱祂 这个都是人为人的怨恿 我们需要刻意的 刻意提自己 神有多少好东西 经常记住 记住的时候 就回应神 神你真的好得不得了 你给我这么多恩典 变成将来有永恒的上次 如果上次这么大 那么大的 所以我更加乐意 去为耶稣做任何的事 所以我们整个心灵去爱神 神一定欢喜 而且神真的很值得 我们爱祂 好了 如何爱神呢 就是 我将四个元素放在里面 倚靠亲近喜悦遵从 首先 我们靠耶稣 我们生命靠耶稣 我前路靠耶稣 我什么都靠耶稣 神负责 第一个是神负责 我不用靠自己 我不是信靠 我不是靠自己 我们是信靠神的赦罪 不是靠自己的功劳 我们是靠耶稣的救恩 祂照顾我 很多人很担心这件事 死了 没有钱 没有工做 怎么办呢 神负责照顾 我自己都试过 是没有入息的 一段长的时间 但是神始终是开牢 到时候 祂就很奇妙地预备 其中有一次 我很特别的 我曾经在外国 因为那时候我要开一个侍奉 本来我在一个传统的教会 他们很接受我 但因为我经历四年之后 他们不接受我 所以我也找不到侍奉的崗位 我就要开新的教会 开新的教会 没有经济 但是神就为我预备 有牧师跟我说 你可以去读软木课程 他又有人工 然后你读完 你又可以做软木 你就可以支持你的侍奉 我去申请 后来我才知道 他说已经有二百多个人 在你之前申请 而你是很吻水交的 而有些地方 他说你不要交了 已经满了 你不用交了 没有用了 跟我说 但是我依然交 还有我祈祷 但是到了最后 其实初期一直都没有消息 到了最后 忽然间打电话给我 有个人退出了 你想不去参加 不是 想来见 interview 我来interview interview了 立刻请了我 我后来问 原来有二百多个人 为什么二百多个人会找我呢 而他们当时来说 他们的规则是什么呢 在软木 在医院 是不可以传呼音 而我写我的见证 说我如何经历神 被神改变的 为什么会找我呢 那些人因为被神改变 当然很容易会传呼音 但是他居然找我 这个是神的安排 这个是神的照顾 在人是不可能的 但是神会照顾 我就会记实 神你照顾我 多谢天父 神的帮助计划 譬如我现在能够去到 我已经帮了 在非洲二十几处的地方 买投影机 电脑 WiFi机 让他们可以直播 我的侍奉训练 我每个礼拜 都差不多有侍奉的训练 直播出去的 这个是神的计划 供应 预备 多谢天父 所以我们可以 凡事倚靠他 接着就亲近他了 读圣经 不是只是祈祷 是一定有圣经的基础 坚持 神的应许 一定会做的 神应许我放心 神做事我放心 又我时时讨告 渴慕神 同神有喜悦神 还有爱慕神 接着喜悦 我特别将它分开 因为圣经讲到 以耶和为乐 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还有将你成价在地的高处 喜悦就是感激神 所以我们同神关系很重要 就是喜悦神 欢喜神 喜欢神 很感激他 于是就以神为乐 于是也会遵从他 遵从他讨神喜悦 来侍奉 就是说这四点 挨着他 靠他 去亲近他 欢喜他的 然后遵从他 这样的人 就是爱神 不是只是 不是只是说我爱神 而真的 我会靠他 我会亲近他 我会欢喜他 还有我会遵从他 而很重要 就是 真的活着不在我 加勒太书2章20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在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缘直着信 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为我舍己 就是现在活着不在是我 因为耶稣为我死 真的有很大恩典 我就和他一起 从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在是我 这里的图 与主同钉十字架 又让主掌管 人的心里面 有耶稣掌管 外面就充满喜乐 当主掌管的时候 整个生命就变得荣耀 其实很多人为何这么担心呢 因为他紧张他的事 为何他不能够改变呢 因为他用自己的方法 他的烦恼 但我们越放下自我 放下我们本的不好的圣情 那些烦恼 猛疹 激气 我们的负面思想 越被神改变 生命就越大改变 越看到神的美事 我们的生命越大改变 经常靠着 想着神的美善而欢喜快乐 这就是以神为乐 见到食物 感谢神 神做的食物真是好了 又健康又好吃 对我们又好 感谢神 神次的圣灵真是好了 在我心中感动我 神给我机会服侍他 神感激神给我健康 还有教会 多谢天父 有的一切 有弟兄姐妹 有牧者 多谢天父 一切有的 都是美善的 而欢喜快乐 有一切 都是美好的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还有感恩 是感情奔放 我们很简单 譬如你很喜欢吃某一样东西 譬如你很喜欢吃雪糕 当你看到雪糕车 或者雪糕车 就不是最好吃的 不过有时候你会喜欢吃某一样东西 或者有哪里有很漂亮的雪糕 你很想吃的时候 你会很喜欢吃的 麦当务的雪糕 我也很喜欢吃某一样东西 因为她也有很多次 因为她淋了那些 朱古力在表面 会脆脆的 也挺有趣的 这个也是神的礼物 现在几元就很便宜了 这个也是礼物 我们会看到会开心 那我们会看到神会不会感情奔放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我们试试亲近神的时候 多些感情奔放 不一定要大叫的 而在心里面 神你真的好得不得了 没有人像你这样的 有谁能将你 有谁像你呢 有谁像你 是没有的 是没有人像你的 所以心里面 流露出那种喜悦神的心 你是我的一切 比起二十四七 任何时间 三百六十五日 日日夜夜 一想到耶稣 我就算半夜醒了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我就是有这个习惯 希望大家都有这个习惯 比起呢 整天做什么呢 这个图了 吃东西 看书 读书 看圣经 洗脸 玩 睡觉 都想着耶稣 都爱耶稣 任何时间 而且每天 整天专注在神 就是说 圣灵感动 最左边的图 立刻真心悔改 然后主耶稣 想亲近我 我就亲近他 主感动我 就亲近他 然后耶稣很爱我 我就很感激神 神给我动力 我就祝福人 就是说 总之神给我感动 我就立刻回应 事事心中 都去回应神 而且也被神带领 耶稣说到 我们受逼迫的时候 神会跟我们说话 其实耶稣说 我的羊 听我的声音 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一节 人带你们到会堂 并观苦和有权并的人 面前 不要思虑怎样 分数 说什么话 因为正在那时候 圣灵要指教你们 当说的话 圣灵会教我们 这件事是 我们需要学习 我们爱神就习惯听他的说话 听完去做 我相信大家试过很多次 你叫个人 你去买东西 去做什么什么 说完完 留意 一二三四五 然后回来就脱漏 大家有没有试过呢 或者人家叫你 做一件事 你妈妈跟你说 做什么什么 说完了 然后一听的时候 妈妈说的上次一样 或者太太说的 跟上次一样 没心机听了 然后做的时候 又脱漏 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跟神 都常常会脱漏 但是如何认真 神给我意念 给我这些属服神的意念 是祝福人的 是合乎圣经的 我就真的记神 我真的去做 这样的时候 你就回应神了 神就喜悦 这个关系最重要 就是这个互动的关系 圣灵感动 我就听话 我就去遵从 放在心上 这样这个人 是神喜悦的 神一定大大的祝福 很多基督徒 他会说 熟肉体的话 但如果生命都给神 圣灵就会感动 我们说恩恋的说话 很多夫妻 我辅导的时候 我就说 你尽量爱对方 欣赏对方 如果说些什么 尽量令他舒服 好了 一说 你有什么回应 你试着跟对方说话 接着他就说 他怎么会做呢 立刻已经说第一句 他怎么会做呢 不会做的 他立刻已经是一个批判 就是我们的心很容易流露出 批判 我们试试当多些 恩典的时候 批判反而他不会做的 用一个例子 两夫妻出来分享 太太就很多东西说了 丈夫又想不到东西说 定了或者害怕 那太太干什么呢 快点说了 她越快点说了 那个丈夫越不懂得说 很多人就是这样的 他以为 你做吧 你什么什么 他会做 其实不是的 恩典是推动人 小朋友 他会知道谁疼他 疼他的人叫他做什么 他很快就做 那个人经常骂他的人 叫他做什么 他不肯做的 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们知道神爱我们 我们很自然 就会做神欢喜的事 所以我们越是跟神一起 神就会带领我们 我们就立刻回应神了 还有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 当将你的事交托给耶和华 并倚靠他 他就必成全 他一定会成全 所以我凡事都信靠他 神掌管一切 神喜悦倚靠他的人 他会成全倚靠的人生命 交托意思是将主权交给神 有些人就说 主耶稣我有个孙子 我交托给你了 那就是口说而已 但有没有带他去 他经常为他祈祷 带他去祈祷 小朋友也带他祈祷 那时候我见到他的夫妇 他带过小朋友 小小过 很小过 几个月大而已 吃东西都叫他祈祷 当时他会明白多少 不知道 但是他会拱握手 祈祷 多谢天父 他爸爸妈妈跟他说 那这个就是他教他 从小到大 将他生命献给耶稣 好了 现在我讲这三种情况 如何爱神 第一种就是遇到任何困难 左边的图就是很多人做 右边的图 做到电线轿到弯了 遇到任何困难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就是在长时间 亲人神 求问神 如何解决 用熟神的方法 心态去处理 祈祷四十章三一节 但等候耶华的 必重生得力 在我们爱神 其实就是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 困难的时候 两个人的反应 A和B B呢 一会烦恼 哎呀死了死了 哎呀怎么办 哎呀不行了 不行了 那A呢 A是好的 A就说 神一定帮我 神一定解决 我记得我当时 就是说我曾经 是没有侍奉的岗位 没有入息 但是我说 神你一定会供应的 我天天都在赞美神 那就是神 神你一定供应 到了时候 神就为我预备 所以我们 在几困难都好 不是去靠自己 而是 去依靠神 但我们都尽爱自己的责任 但是责任在神的身上 红色那些字里 信神去掌管 他一定掌管一切 信神有智慧去帮我们 信神会怜悯 还有信神是公义公平 他一定会帮我们的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困难中都拔着神 第二件事是 看到难相处的人 那样是长时间亲近神 问神怎么去相处 诗篇37篇第8节 当指着怒气离气 憤怒 非要心怀不平 以致作恶 有人不好的时候 我们爱神就说 我们用平和的心 柔和的心对祂 红色那里了 不被影响 接触祂的问题 尽量善待祂 遥恕祂 找机会去处理问题 这就是神的方法 一路让神介入 在我们与人相处的事上 觉得自己背着担子 重担 亦都是长时间亲近神 然后了解 为什么我背着担子 是不是我背着这个重担 我背着这个担子 《高龙多前书》四章二节 所求于管家的事 要他有忠心 我忠心就可以 神就会负责 我做好我应该本分 我依靠神 神一定会负责 红色那些字那里 从神得到安息和安慰 神会照顾我 所以我放心 信神会掌权 欣赏自己为主所做的 你有做到神喜悦的 你可以放心 努力改善 我们的人就不会背着担子 其实总意是什么呢 有什么困难 都 我用一句广东话 拉神落水 这个正面的 不是负面的 拉神落水 有什么困难 拉神落水 让神参与在我们的困难 无论是事情 是内心 或者是人的问题 也好 整个心 初头我们有个图 就是个心 很多东西 剩下那些给耶稣 这个图就不同了 耶稣在中间 然后呢 就是与主有亲密的关系 有蒙福的家庭 左手边 有事业 都是蒙福 右手边 神会供应 能够祝福多人 提升我们的生命 这样的时候 神喜悦 整个生命 由今天开始 由现在开始 我们试一下 现在开始 喜悦神 欢喜神 喜欢神 让耶稣做主 做王 神就一定祝福 神会搞定 我不用背着淡子 我让神 去掌管一切 而我喜悦神 爱神的时候 神一定会欢喜 所以我希望大家 是十成的 将心给神 和爱神 我想讲一个比例 当一个人完全 可能他做不到 但是他的心 说我完全 给神掌管 的时候 和一个人 他说 这个东西 我不会给神掌管 我婚姻 我是要跟这个人结婚 这个人都不信耶稣 这个人都不爱主 我都照样和他结婚 神你其他可以掌管 不过这个东西 你不要掌管 任何一件事 我们不让神掌管 或者和配偶的关系 我是很难要说他的 我要说不到的 的时候 那一个地方的破漏 这个破口 是可以拉得很大 可能是 这个生命中的十分之一 但是这个十分之一 他的破坏 是不止十分之一 一个人和他 配偶的关系不好的时候 他可以整个生命破坏 当一个人生命怒 一个人不要说的时候 他整个生命会破坏 所以有一些破口 有一些地方不肯爱神 虽然这个人是不信耶稣 他依然要和他结婚的时候 那破坏不只是一部分 是他整个生命可以破坏 所以求主帮我们 我整个心给耶稣 你可以说 神啊 我整个心给你 我听完你说 我真的爱你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王 我听完你说 是最好的 有些时候我们会用一首诗歌 去亲近神 真是神啊 我紧靠你 我靠着你 并且呢 我将我生命献上给你 我只归你 属于你 我整个生命都是属于你的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你家里也可以站起来 可以跟着 多谢耶稣 祝我更靠你 主我更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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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我更靠你 主我更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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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生命 整个生命完全给你 我只归你 我只归你 主我更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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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 і nu 次生命 主我更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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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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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愿 我爱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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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愿 我爱耶稣 我爱耶稣 耶稣 我爱耶稣 都会愿 我爱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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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愿 耶稣,我要享受祢 祢想享受神 我享受祢 我喜欢祢 我仅靠祢 主,我仅靠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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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 我爱耶稣 我爱耶稣 我享受祢 主,我仅靠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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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耶稣 主,我仅靠祢 主,我仅靠祢 支持祢 求祢 我的拥抱 我只归你 属于你 我只归你 只归你 我只归你 属于你 我只归你 只归你 把心给耶稣 耶稣我全然爱你 我喜悦你超过我爱任何的人 超过我爱任何的食物 我只归你 属于你 我只归你 只归你 当你爱神真的很欢喜 你跟神说我真的很爱你 你教我爱你更多 如果我们不太爱神 神教我爱你更多 神教我爱你更多 教我更加少算你的恩典 更加感激你 更加喜悦你 更加欢迎你 更加专心去爱你 超过一切 听你的话超过一切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求主感到我们的心 神是最好的 真的说神是最好的 你跟神说 神你真是最好的 神你真是最好的 多谢你 多谢你 我有你真有福 希望大家真的深信 我有你真有福 我们有福 完全是从神而来 我们有一切都是从神而来 多谢耶稣 哈利利亚 多谢耶稣 感谢天父 我用主耶稣教祈祷 祈祷亲近祂 每一句都入心 让每一句的土闻都入心 我们在天上的福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愿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天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愿我们免有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求我们脱离空恶 因为国度 权命荣耀 全是你的 得到永远阿们 哈利利亚 请接受主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想与我们每一个同在 愿主耶稣更新我们 吸引我们 让我们被耶稣的爱 所吸引所更新 以神的事为念 将神放在手里 超越一切 神必然祝福 真心说 神我愿意一生爱你 我不要留有任何的破口 不要任何的破口留下不爱神 在我们的婚姻 在我们的家庭 在人与人的相处 在我们的饶恕人 接纳人 祝福人 在我们的工作 在我们的侍奉 在我们的侍奉 这一切的事 我都完全遵从你 爱你 将你放在手里 是最美善的 多谢耶稣 哈利利亚 愿祢的爱激励我们 从今夕地永远阿们 哈利利亚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感谢天父 耶稣真好 哈利利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